106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已开放接种 18岁以下学生在去年度全面纳入公费疫苗接种对象 屏东基督教医院受县府卫生局委托 负责屏东市、长治、九如、离港、岩浦、高树等 六个地区的国小、国中及高中49所学校 18岁以下学生流感疫苗注射 今天巡回至明镇国中 因为打得比较不容易得流感 怎么说有感觉 就是冬天都比较不容易感冒之类的 因为比较不容易感冒 每年都会打吗 对 那去年打了之后有感冒还是 没有 整个冬天都没有 对 明镇国中全校2137名学生 除因感冒、特殊体质及已接种者 今天有1686名同学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评级医院副院长范思善坦炎 多年前他曾质疑过流感疫苗接种的必要性 但几年下来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 流感疫苗接种涵盖率越高 的确有助于降低流感传播及重症病例的发生 去年减少了13万次的就诊量 这表示说疫苗是有用 而且不只是防治感冒本身 最重要的是因为当这些学童 他被感染以后他会回家 即使他不到医院 不到学校来感染 可是他会到了家里面 会感染一些其他的重症 那这个数据可以从我们医院的数据上看出来 就是经过这个流感注射以后 到医院的这个流感季节到医院的重症的case减少了 范思善表示 接种流感疫苗后约两周才会产生保护力 因此为在流感盛行的高峰期前 完成49所学校 2万多名18岁以下学生流感疫苗注射 评计除动员300人次医护人员 并联合多间社区诊所 及保健医院一同为社区服务 预计在11月中旬前 将完成所有学生的流感疫苗注射 评论新闻张铃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